這邊其實他本身就是在講 是一個學行李的意思 跟我說行李會的情況 正言是有學行李 好 就是會 不然就是沒用 對 我是願意犧牲 那就又沒什麼要 但是做不到 親友願意不住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翔哥一彤 哈囉 大家好 我是Bob 今天有個新的來賓喔 你沒有講的是誰啊 我是小豬黃麗 他這個地方是不是可以做 像水晶的串飾 串飾 然後手鍊啊 項鍊啊 耳環啊 所以這裡就是一個 你進來之後就出不去的地方 真的 我那天就想說 來個兩個老師 結果 但是應該是女生 因為像我老公 從一進來就很想出去了 沒有 等一下 男生 卡龍台說不定 他就不想出去了 他想要問他的事業跟未來 他可能就會在那邊坐很久 對 我老公沒有上過塔龍台 這一輩子都沒有 我覺得你會嚇到 來來來來 陳辰老師 哈囉 還是陳辰老師 陳辰老師 陳辰老師大概做水晶做多久了 大概差不多一年 一年多 所以你是研究水晶研究了一年嗎 還是研究了很久了 應該是說我本來對水晶就有點興趣 但是就是自從認識水晶跟做水晶大概是一年 差不多也是一年 OK 那老師我們今天是不是要先選珠子 對 我們會先選我們的水晶睡時 那我們已經睡在其他房間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移動過去 對對對 好 那我們現在要移動過去選水晶 那我們先拿這個守眉盤 然後你可以先把你的這個整理一下 把他變成一個圓圈 這個可以比較小 比較滿寬一點的 哈哈哈哈哈 你自己就抱著邊 哈哈哈哈哈 感覺都要拍到晚上了 哈哈哈哈哈 最常喜歡的話 我們就隨緣架好不好 我們就隨緣架 真的喔 那還是真的我就不要比 哈哈哈哈哈 放棄了嗎 他已經帶起來了 哈哈哈 欸 我這個怎麼那麼 歪啊 怎麼呢 他其實是正常的 他就是會講不規則 真的喔 很棒 你就這樣吧 這樣會不會很醜 如果你覺得這邊不好看 你可能就要把這個社區 叫比較小的社區 還是老師你把我出來 哈哈哈 欸你終於想出整理一下了 終於想出來了 你剛剛那些都只是可以了 想要贏到老師來幫你做吧 好 我跟你講 我決定把這兩個買回家 老師我不想做 你幫我把這個換成一個 做好 不要拿 欸我們剛剛那個就是中圍是這邊卡掉 你看他小孩子 看他怎麼那麼歸氣 哈哈哈 今天呢就是因為想要做一個完美的開端 2024我們兩個已經要準備為人父母了 對 直接來看一下我們2024年的運勢如何 我跟哥哥的 OK 那接下來他一樣要幫我用左手 那一樣欣賞你的名字跟你的問題 來幫我抽三張 一口氣抽在那邊 都可以 一口氣抽在那也可以 對 好 好 那來幫你做剪台 2024的運勢 2024的話 2024他是一個比較 相對來說比較忙碌的一年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他是戰車牌 戰車牌呢 他本身他就是一個 有往直線去抽 他是一個目標導向的 但是除了這張牌之外呢 他還有另外一個事情要去提醒你 那這邊的話主要是 讓你不得不去做休息這件事情 因為我身體比較 比較 比較辛苦一點點 這張牌他是要做保健次 現在的狀態是 不得不去休息 因為可能相對來說會比較老累 比較多一點 到底是多累 老師你這樣看他會一直以為 他跟我結婚很累 沒有 其實身為人夫要是要面對的是很多嘛 照顧小朋友對不對 哈哈哈哈 天啊 你鬼梯頭會變越嚴重 不然會再找出來 這張牌他就是要做保健 黃厚白 好這黃厚他本身是一張 言語上會比較犀利 然後比較僅僅 那如果是膩胃的話呢 相對來說 你會學到比較柔軟的一部分 你會開始呢 替人家著想 替人家思考 那你的相對你的個性上面 你會比較容易呢 去 為他著想之外 會是比較溫柔一點點 這是你一部分 二人二十分學到的東西 等他替別人著想 等他要叫溫柔 求婷 可以問小朋友嗎 可能是餵母的 對啊餵女的啊 身為人夫的話 其實這三張好像 概括已經講到蠻多東西了 那如果一定要再講 更仔細一點 我們可以再抽三張 其實我覺得是還不錯耶 因為你看到這張牌 它叫世界牌 其實在本身 是桃園牌已經最好的牌 代表說你非常的完美 你的世界就是已經 非常的完整 你想要了這樣的生活 被消費光 完美的被消費 對 被消費 那這張牌呢 它叫做這個全帳六 全帳六它本身呢 在正位的狀況來說 你是一個勝利的 一個那種感覺 但如果說是逆位的話呢 其實跟這個是有一點類似的感覺 你為了是別人而去做很多的一些 可能調整啊 等等的狀況 那你會是一個人 你會是 一個 team 一個 team 像這樣子一起 一家人這樣的感覺 然後一起去吃新聞 那再來的話 這張牌呢 它是魚人牌 魚人牌它本身就是一個代表 有點殺人有傻子啊 然後很開心不可愛這樣的感覺 可是我就是逆位的情況 被魚人魚 那你可不可以算一個 就是他跟我結婚 其實是不是很不開心 又要教什麼啊 這好嗎 超壞看的 因為魚哥是一個很口是心非的人 說不定其實他內心根本就是痛病快樂症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是痛病快樂症還是只有痛 到底是什麼呢 來揭曉喔 好 怎麼感覺有點恐怖 這張牌是呈現他現在心態裡面 是感情非常的富足 而解釋到聖杯時 他學生是到病的狀態了 我讓你怎麼到病 因為你也太好強了 但是這兩張呢會比較特別一點 其中這一張呢 他叫寶劍二 他就是有一點點那種 傷害者的角色 老師你不要亂講 然後接上的話呢就是 主動牌人不會一直在先生作戰 或一直在 另外 塔羅很恐怖耶 他為什麼要這樣子 對啊 這不用塔羅牌我也知道耶 真的假的 2.3.4 所以女性的話 有沒有要學習到的東西 有哪些 莫名的好緊張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身為媽媽 所以我們要需要呢 挑著的東西 其實 算是 比以往來說多一點點 他這邊的話呢 主要是 我覺得可以不用課的套 反正你安定在講一些 不會傷害人的話 我跟你可以直講 沒關係老師你直說 你有發現在兜圈耶 對 大調者他就是要讓你去學習 隱忍跟心神 寄生掉很多可能 隱藏比較不願意去調整的部分 這個他沒有說一定是什麼 那主要的話 只要看其他 到底在講的是什麼 那這樣還是這樣講 你的心味模式 這樣就想調整 所以其實他本身就是 賦予一個非常有感情 比較溫柔的那樣的感覺 其實通常是在做什麼的 他就是要打仗 然後可能就是聽從余波網啊 下面的命令去做事情 所以能代表說 你在接下來呢 你要學習到的東西 還有就是要 多一點的熱情 然後跟耐心 媽媽她是一輩子的 所以她這條路 她也是要把她一輩子的這樣 不是說看到小朋友這樣熱情 還是學會如何做一個家庭 這樣子 然後她的身份呢 或是一些身份 要多一點的時間 看媽媽熱情啊 這樣子 好啦我還看了最後 我真的很耐心耶 真的還搞不定 這個職者他本身就是在講 是一個學習力的意思 如果說是定位的情況 代表說呢 你可能在 會 對 沒有學習力 對 稍微呢 可能對來說 會 壓力 不要再多圈了 直接講出來 一直在想 怎麼會要不傷害人 對 所以不是有學習 好就是會 不好意思 對 我是願意犧牲的 我是願意犧牲的 但又沒什麼那樣 男子做不到 哈哈哈 親有餘而離不住 所以因為我心裡面知道 我也願意 對對對 但我學不會 然後所以就會導致我先生很累 對 那怎麼辦 我要怎麼改變呢 我們可以再幫我按摩三張 來看一下如何挑選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中間的 他這假裝是一個聖杯國王 看到我們的聖杯他都抽到的是一個公母卡 公母卡的概念是什麼 這件事情對人來說是非常重要 然後加上國王 那我們講剛剛要怎麼辦 國王的對應的話是男生還是女生 國王的對應是男生 對 那就是 男生來幫你 所以 需要跟先生好好的共同 所以是需要先生去幫忙 你可能有耐心的時候 或是你可能要累的時候 你需要先生來幫助你 我覺得我們兩個都排算起來 我覺得 很可怕 是一個很難過的家庭 好 那我現在2024 你剛剛說叫我要抽一個什麼 你有什麼優點 我有什麼優點 好好好 OKOK 顏色突然沒有很深淵 在這邊的話呢 老師你講點話好可怕喔 老師你修話老師 老師 還是老師從來沒有人抽過 全部都是逆位的 這個要特殊一點 好 我們先講這中間的好了 權杖騎士呢 那其實代表就是 剛剛講騎士嘛 他就是代表這個 有目標嘛 然後一個熱情 那我們在講權杖 他其實在講是什麼 掌控力 還有就是我們在講領導力啦 或者是在辭行方面等等的這個狀況 那如果說是你這個 另外的情況的話呢 也代表說 現在目前你很清楚知道 自己現在該停下來 去等待另外一個人 就譬如說 你可能以往的工作 都是比較偏向是那種 朋友 決策力啊 或是說你可能是一個 女強人等等的狀態 但是你現在 你會願意停下來 去一個女家庭 你開始想說 欸我們現在啊 要變得就是比較 一家的味道 對不要那麼愛工作 對 權杖騎士呢 他其實也是帶了 一種目標的意思 嗯 那譬如說你現在目標已經有了 你要邁入到下一個目標了 下一個目標呢 我們在講這樣 三嘛 下一個數字是四 權杖四的意思 他就是在講家庭 所以其實 你已經現在懂得自己 要的目標是什麼 你已經找到了 那找到的 接下來的下一個階段 就是我們要 校長 就是家庭跟 就是我們的這個 非常美好這樣的關係 嗯 雖然你是現在 以為家庭會長相 但是你心裡還是 崇尚有點像 自由樣的感覺 對 是有向往的 但是目前的話 最近是因為 還沒有走到下一部分 所以你現在還是很享受 像這樣這樣的感覺 你的工作 對你來說是一個 比較偏 暫時可以 休息的狀況 嗯 嗯 他真的講得很好聽 就是你想要逃避 你想要逐小孩的時候 你就會跑 你怎麼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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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講得很好聽耶 我剛剛傻眼耶 可是老師現在在講 你的優勢耶 在優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想 真的嗎 結果我懂得逃跑 是不是 我現在跟我老公是一起工作 然後我問他一個問題 就是2024年我們一起工作 的運勢 嗯 嗯 好 哦 四箭盤很好 對 我們又出現四箭盤了 所以代表說 我們現在2024的這個運勢 是非常好的 他本身也是代表是一種 你想呈現的狀況 嗯 那金幣代表的是什麼錢嘛 對不對 所以代表說2024 會收穫非常多的錢 而且是你之前可能在 過去的幾年當中 打拼下來的一些成果 對 全浪西的話呢 它是一種角質的代表 雖然說我們在這個 2024的時候 我們的工作這件事情 兩個人要一起做 當然還是會稍微 會有一點點的 小牛叉啊 或是小針織 或甚至是可能會有 同樣性質的人 來一起跟我們去做比較 但是我們相信呢 在這兩張牌呢 它是一個非常好呈現 那我們這個部分的話 它只是一個 要算小瑕疵啦 好的 那我們今天非常謝謝陳辰老師 就是給我們2024 很好的一個方向 好那2024年呢 我會努力學習 如何當一個好媽媽 然後讓好妻子 不要讓老公那麼累 他是不是差點忘記 要捲好妻子 哈哈哈哈 直接 心裡知道 代表我要吃 沒有我是好妻子 老公我是好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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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沒關係 OK就是這樣 我2024年會好好學習 然後呢 看起來運勢還不錯 然後希望2024 可以迎接一個 非常完美的一年 今天謝謝陳辰老師 謝謝 掰掰 我老公剛抽到那個余者 是不是不是我 是在講我嗎 為什麼 感覺很明顯 你覺得陳辰老師 是不是在罵我 沒有沒有沒有 陳辰老師沒有罵人的意思 喔真的罵人 我只是感覺心裡比較舒服 哈哈哈哈 這樣講的嗎 小朋友 你們喜歡 琳琳 感谢观看